第三部分 未来 灵魂停在缝丛中间 向下指着一个坟墓 它向它走过去 站立着 幽灵正在它在的地方 但是它恐惧于 在它庄严外形里看到的新含义 在我更接近你指出的石头之前 吝啬鬼说 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些阴暗的事物将是 或就是它们可能的阴暗 只能是这样 幽灵仍然向下指着它所停之处的坟墓 人的航向预示着某一个结局 去处 如果坚持航向 它们必须进行下去 吝啬鬼说 但是如果航向偏离 结局会改变 这么说是因为你给我看的 相信我已经改变了 你给我看的这些阴影 通过生活的改变 在给出可能会有助于实体当下发展的信息的过程中 各类性质的听众们都被告知 由于书页已经被写下 有许多影响力已经运载在实体的活动上 当这里的记录被解释 如果被应用在实体当下的体验中 想把那些有助于实体的事物 通过实体的活动带进显现 一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它自身的灵魂发展中 设想有一个软件程式 能令人吃惊地精准预测到 你需要做的任何决定或选择的结果 这个程式不仅能预知你的个人性未来 也能分析你的选择的后果 和会对你周围的人事所发生的影响 同样设想这个程式 能如此被精微地调写 以至于它也能够正确地 预见到你的思想 活动或决定的最轻微变化 对你任何已被预知到的 潜在未来的充知 最后设想这个预测 可能性的持续过程 和渐进时间线的发生 来把吸引个体们和事件 一起吸引到能最好的 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个体性 超越和灵魂成长 所必须学习的课程 所需要的机会中 根据爱德加凯斯资料的观点 对发展的可能性的复杂计算 本质上发生在阿卡斯记录内部 但是记录并不是用来预测未来 相反他们的功能是分析和追踪 个体和肢体的灵性成长知识 未来不是不动的 也不是被注定的 它发展在一个选择 引起又一个 随后又是又一个上 从这个立场上说 个体命运的结果 只有个体自己如何利用 自由意志 来大量应用数据 和可用信息所决定 在做解读的时候 凯斯提醒个体们 他从阿卡斯记录中 责定的信息 会更好的使他们有能力 去实现他们进入地球的意图 每一个进入每一场体验的灵魂 都是为了发展 案例12351 根本上获得发展 就是灵魂的渴望 但是每一个个体 都是一个冲突 情感行为和模式的复杂综合物 结果是个体会整全的发展 在1941年 爱德加凯斯告诉一位 52岁的戏剧老师 案例26301 在观看他的记录的时候 他意识到了 他的生活有两种 十分清晰的可能性 一种是已经形成 一种是正在形成 因为他已经做了某些选择 他的生活已然 以一个能通过教师职业 帮助他人最大获益的方向前进 他的灵魂内在也有使他 能给他们带来灵性真理 和自由的思想的能力 凯西提出智慧从未失去 他说在某些时间点上 他这两个生活智慧 会融合为一个 整合如果不是在此生 就会发生在下一生 了解 可不可以 了解